也說所以你會發現到那個 這本我只要上課用的書 好像通常都賣得非常好 真的像這本書我Android就是用這本書 他第一版 就已經12刷13刷14刷 結果現在已經出到第2版第3版第4版 出到第4版 暢銷到不行 我好像就是買 看到我的YouTube的影片 然後回去就去買這本書了 因為我上課用這本書 那我們App這個課的那本書 也是很熱銷 當然也許因為我會挑的就是那本書其實真的寫得還不錯 只是說如果你只是單純自己看書 其實是還蠻辛苦的 我只是把 最重要的部分告訴你們 那有些細節可能沒講太清楚 那你也可以參考一下書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上一筆 下一筆 下一筆在這裡 也在雲端音 白板上面 這個都找得到的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請跟旁邊同學問一下 就是那個網址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要改 因為將來有這個圖會改 然後底下的字要改 名稱 名稱的話 分別參考這上面的名稱 在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去更改 城市部分 那城市碼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從這邊到這邊 從37行 到76行 在那個工底裡面有這個 source 那當然如果 你對於城市不太熟悉 C同學 好 就直接把選 37到75 然後再一個 C 再到你的城市碼 HEAD上方 斜線HEAD 上方怎麼樣 就這個斜線HEAD上方 Ctrl V貼上 就完成了 不過其實我 我們不是以後就 Ctrl C Ctrl V就好了 如果工程師 這麼好當的話 那以後就 Ctrl C Ctrl V就好了 你還有地方可以 Ctrl C Ctrl V 而且 每一個範本都 那你 當然你第一階段的工程師 是 能夠 參考別人的 城市碼 但是你要改啊 不是說完全 所以我們後面不是有206 APP那個範益 裡面也是有五張 好像不知道幾張圖 也是一樣 你要能夠 改成 換另外一種 的範本 你也可以把它做出來 所以建議各位回去 找找看你們自己的相片 因為自己的 照片比較有feel 做出來之後呢 最好是 不要只是自己看 好像叫什麼 網路用語 自己看就要 自己看 高興的話 叫什麼 叫 自嗨 好像 自嗨而已 那當然你就要 你就要跟別人分享 甚至你要再去 不一樣的手機 不一樣的平板 上面去弄一下 你才知道 原來不同的裝置 看到的結果 也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要去 產生一個 QR Code 去裝在你的手機 去讓 你才會有增加經驗值 不然的話說真的 你將來 不一樣的裝置 一定會